在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去安静 我们一起去默想去聆听 圣经的说话 就让神的话语 进入我们的心 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闭上眼睛 我们先去聆听 神的说话有片刻的时候 去默想今天的正道经文 斯团传十八章 一至三节 这是以后 保罗来了雅典 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居拉 他生在本都 因为黑老弟命犹太人 离开罗马 身近大雀妻 白基拉 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事制造 帐篷为业 保罗恩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 做工 让我们同心的祷告 耶稣 工作在职场当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安慰和帮助 带领我们以下来的时候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由上个月 上年11月开始 应该是这么说 殷福堂 各堂的崇拜 第一个主日 我们都有一个叫做 即场门徒的讯息 今天去到第六讲 跟大家重温一下 上年11月 我们第一个的题目就叫做 人人都事宣教事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 甚至可能今天你 特别在周六祖堂 很多可能你已经退休了 或者你是家庭主婦 原来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宣教士 不单是你上班 朝九晚五的 你可以在职场上做宣教士 你可以在公园 神运的时候做宣教士 你可以在买菜的时候 去做宣教士 讲的是 每一个都是宣教士 12月我们讲到 沉索照明 我们讲 人生我们原来有一份 很重要的 不单是有工作 更加是讲着我们的照明 讲着耶稣 如何去呼召门徒 让我们成为一个得人的愚夫 去到今年一月 伦理判断和抉择 我们明白工作 不是只是我们 随心所愿做些什么 我们要依从主的旨意 知善知序 与神同行 二月份 追求卓越 什么叫卓越呢 不是说你的卡片 升职了 或者你在公司里做了些东西 你交到账了 你就是卓越 讲的是你知道 你的主人 不是只是公司的老板 是耶稣基督 然后去到上个月 大家很熟悉了 作炎作光 讲着 在灯山普分的时候 我们是是炎 又是光 当我们本质 是炎和光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自然地 在工作当中去发挥 神给你的特质 到了今天 可以说是整个 即场门徒系列的最后一讲 今天的讲道题目 就是即场战友 即场可以说 近十年 你经常都会在看书 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听到 简称是一个工作的地方 就正如我前后所说 其实你退了休 或者是你全职 做家庭主婦 其实都是一份 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从广义来说 工作不只是仇身 或者是你有份工 每一个人都是有工作 所以我先问一下你们 有谁是有工作的 可否举一举手 每一个都有 其实你每天去神运 都是一份工作 你想想 买菜 买菜也是一个很神圣工作 买菜要懂得理财 你不要要超值预算 你家里给了钱 你就按着远书 一百元你就买一百元送 又讲的是伦理道德 因为你不要打斧头 拿一百元 然后买了五十元送 然后自己五十元待遇 又讲的是什么 营养学和品质检查 我们中国人经常说 不时不食 你去街市买菜 买了豆腐回来 坏的 吃了肚痛的 又不行 又讲的是什么呢 个人成长和心理学的 你想想家里面 你有不同年龄 老人家吃的东西 孕婦吃的东西 或者青少年吃的东西 他们有不同的口味 你要了解他们的心理 你要了解他们的成长当中 有什么需要 所以 即场这个字 今天我们讲 marketplace 我很喜欢 可以说是金融市场 或者经济市场 也可以是什么 超级市场 街市都是 所以marketplace 说的不是你上班 今天你去神运 你在公园 你做不同的东西 其实那里都是一个地方 神会使用你 而最重要 今天我们为什么说 职场战友 就是 除非你说你在教会 或者科目机构那里做 我相信 你的公司 或者甚至你在公园 在神运 未信的人 一定多过信 对不对 你想想 很少说公园 全部都是几乎 在那里 耍太极 多数都是未信 就是表示那个地方 其实是有机会 你去见证神 但反过来也都可以这么说 在公司里面 你是孤身一人 你没有什么战友 所以可能你很想 去发光发现 但是一个人是不行的 是要整个群体 一起去见证神 彼此在职场当中 去守望 鼓励才可以 所以今天讲的 你要很珍惜 在职场当中 在神运的时候 在街市的时候 每一个你认识的基督徒 他是你的职场战友 如果你上个月 讲到是炎是光 耶稣其实在 马帝福音五章十四节 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上次我讲到也讲过 不是讲你 是讲你们 是讲一个群体 所以德国神学家 潘霍华在 《追随基督》那里 这么说 他就说 我们是一个能见的群体 一个看得见的群体 一个不能够隐藏的群体 一个要被世人看见的群体 一个为主发光的群体 潘霍华是这么说 他说这些跟从者 是一个有形的团体 他们作门徒是可以看得见的 令到他们可以 高出这个世界之上 不是的话 我们就做不到门徒了 而这种的跟从 是比世界所看见 就好像在黑暗的光 或者在山上的平地的高山一样 山上的城 正如我们上次讲到讲 你是看得见的 你不能够隐藏的 所以今天我们怎样能够成为 一个世人看得见的群体 怎样在职场当中 可以去彼此结怜 今天我们就透过 识日使徒保罗 他一些的经历 和其他门徒彼此扶持的经历 一起学一下 怎样成为一个职场战友 我们一起读一下 今天的讲道经文的第一点 同业同住的战友 使徒行转十八章 一至三节 一起读准备 一二三 这时以后 保罗来了雅典 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居拉 他生在本都 因为黑暗帝命犹太人 都离开罗马 身近带着妻 白基拉 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事制造帐篷为业 保罗恩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造工 好了 经文第一节就讲 这事以后 保罗来了雅典 来到哥林多 什么事呢 如果你看回之前经文 你要知道 使徒保罗那时候 是第二次宣教的旅程 保罗领受了 很熟悉了 马其顿的异象之后 就去到肥立比 然后去到贴撒罗尼加 然后去到雅典 去广传福音 上一章十七章 就是记载保罗在雅典这个地方 和不同的学派的学者 和哲学家激变 之后他就离开了 这个世界学术之道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一个商业的大都会 去到哪里 哥林多 没错了 来到哥林多 经文第二节就讲 保罗在哥林多 这个二邦城市 竟然遇到同乡 你想想 潮州人遇到什么 格杰拉雅 一讲潮州话 很开心的 遇到同乡 这个同乡是谁呢 他在讲就是一个犹太人 叫做亚居拉 亚居拉是一个拉丁的名字 意思是英 经文说他生于本都 本都其实在土耳其的北面 克海尔南一个地方 又讲到有个叫克鲁帝 这么多这些名字 克鲁帝是谁呢 又或者你比较熟悉 叫做甲鲁鲁 其实就是当时罗马的皇帝 根据历史记载 就是公元四十九年 那时候罗马的犹太人 就发生了一些暴动 所以罗马皇帝又下令 把犹太人驱逐出城 于是亚居拉和白基拉 他太太就在意大利 搬去那时候的哥林多 史图行传的作者路加 就没有说到 特别是亚居拉和白基拉 他们信主的经历 所以有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说 应该他没遇见保罗之前 其实他信了耶稣 可能他在罗马城的时候 已经是基督徒了 第二节就说的是什么呢 说他们是保罗去到那里 然后就是投奔 你看到我弄了红色的字 投奔 投奔原文的意思就是 接近 靠近的意思 文化上可以说的是 保罗主动地去接近他们 我们看到有什么原因呢 第三节其实我们看到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的 他们本事是什么 制造帐篷为业 阿居拉和白基拉的工作 就是制造帐篷 原来他不单止和保罗是同乡 更加是同行 什么是制造帐篷呢 就不是搭篷 不是今天我们的建筑工人搭篷 我给你们看一张照片 什么叫帐篷呢 其实就是帐篷或者帐幕 可以由皮甲或者羊毛造成 所以保罗就和阿居拉和白基拉 他投靠了他们之后 同业又是同行 于是就一起在那里继帐篷 你看有不同颜色 搭起了之后 用些假 浪起了就是一个帐幕 说的是保罗的使命 虽然是全福音 但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 四章十二节那里所说 他说要亲手做工 又或者在贴撒罗尼加 前书那里说 他们是同业一起去做事的时候 说弟兄们 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全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 你们有任何受虑 保罗一方面是在做职帐篷 但另一方面他又传福音 因为那时候很多的教会 是刚刚成立的 未必有能力 或者经济上 去支持保罗去全职报道 所以保罗就不单止是报道 更加他不想报道的工作 因为金钱的缘故受影响 所以有时他一边工作 一边就去会堂 讲解圣经 或者是出外报道 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 保罗刚刚来到哥林多 一个二邦的城市 人生道不熟 经文说西拉和提波泰 那时候还没来到的 还没在马其顿来到 保罗孤身一个人 能够遇到同行 同乡 你想想 亚居拉和白基拉 一起工作为生 你说多开心的一件事 反过来想 亚居拉和白基拉 他又可以去跟保罗一起 去学习 他可以令到保罗无后顾之忧 一路做工 又接待他们 在家里住 其实你想想 神真的为保罗预备了一个 很亲密的职场战友 去到那时候不多 没人没物 有一对夫妇 一起做工 接在他家里住 多么好一件事 而亚居拉和白基拉 亦都可以在保罗身上 好好地去学习 如何去侍奉 讲解圣经 这个亦都可以说 对他们两个夫妇二人 可以说灵命上 有很大的帮助 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很熟 我们晓得什么 万事都 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的益处 就是按他指以被照的人 所以说的是 大家一起 在主要里面 一起做工 一起传福音 是多么美好 阿居拉和白基拉 其实和保罗在哥林多 大约是同住同工 一年半左右 然后保罗就要去 以课所 继续的宣教 他们夫妇二人 都有去的 我们看看辅助经文 这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 保罗又住了多日 就辞别了弟兄 坐船往聚里亚去 白基拉 阿居拉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过缘 就在肩甲里 剪了头发 到了以课所 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尽了会堂 和犹太人辩论 阿居拉和白基拉 虽然他不是全职的一个传道人 他是大职侍奉 但是他更加参加宣教 他接代同工 确实是保罗的亲密战友 所以保罗说 要去以课所的时候 他们一起去 甚至留在以课所先 弟兄姐妹 你今天想想 可能你都不是一个传道人 但是神其实同样 可以使用你的工作 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在工作和职场上 你可以好像保罗 阿居拉和白基拉 三个人成为一个 很紧密的福音小队 在黑暗当中发言发光 又或者可以这样说 今天其实在职场里面 有很多迷洋 神都可以借着你 让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我不知道你今天 在工作里面 是否孤单一个人 其实神可能已经为你 预备了很多职场的战友 正如潘法学所说 我们是一个能见的群体 一个不能够隐藏的群体 一个要被世人所看见的群体 一个为主发光的群体 我记得我在之前电台工作 今天我也有一个前的同事在这里 我刚入职就在电台找 究竟有没有基督徒呢 几百人原来没有基督徒 我说明查暗房 看看桌上有没有放一些基督教的食物 有时吃饭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祈祷 找到几个 不同部门的 有做会计的 有做marketing市场推广 有做秘书的 每个月我们就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教会 但是我们有同一个主 那我们就约了 一起吃饭 然后在公司里就一起祈祷 后来我又跟了另外两个 信了主的同事 他们两个就 很喜欢唱诗歌 一个就弹吉他 我们就放了公司后 就为教会 就做一些福音的聚会 大师歌 我记得那时候 一放工很着弱的 走去旁边的部门 喂 走得没有 走得没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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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 吉他 我们就一起搭车 就去那间教会 后来有一天 我在电视里 看到以前的同事 他上了香港电影金像奖 拿了最佳的原创歌曲奖 好奇妙的 有时甚至在我们职场 连接我们不同的人 当我有时在公司里 很忙的时候 一看到那个基督徒同事 我就会提醒自己 咦 我是一个基督徒 有时你知道上班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我要说的东西 我要做的东西 是要与所信的福音相称 这些不同的同事 仅然很少 但就成为我在公司里面的同路人 让我感到不是孤单的 我记得有一天 我戴着耳朵 我们经常都在电脑剪接 我记得旁边的那个 好像是姐妹来的 她信了主 我说聊聊天 我拖了我的耳朵 跟她 最近你有没有回教会 她说没有了 因为有点事 就没有回了 我们两个就在那里 聊聊信仰 然后我就鼓励她 不如你找一下你的牧者 聊聊天吧 你都回教了这么多年 突然间放弃 好像不是那么好 跟她说一下 后来她真的 她真的找了她的牧师去聊天 她真的回到教会 甚至后来在电台 主持了基督教的节目 甚至介绍了传道人 做了师母 所以很奇怪 今天神不知道 预备了有什么的职场战友 在你的公司里 可能你是少数 minority 但是神会凝聚你们一起 我们都是一个属主的群体 可能你说 今天我在公司里面 只有我一个 一个都没有 只有我一个 但是不用担心 你不是香港唯一一个基督徒 香港其实有很多的方向机构 和一些群体 是帮助我们在职场里面 如何去能够去见证神 其中一个就叫做公义树 左边那个你们看到了 公义树是一个方向机构 它是专门帮助基督徒生意人 将信仰去融入企业管理 并且推动信徒 在营商环境当中 实践基督教信仰 见证基督的恩典和公义 分享祝福 其实公义树在各区 都有些中小企的 使命营商的祈祷小组 今年的主题 就叫做与大老板有约 那你知道大老板是谁了 当然是耶稣 对不对 瑞士老板 那接下个礼拜一 5月6号就开了一个新的系列 就是萨姆尔基上大围 叫做市井灵性 左边这个离希米是上一期的 接下来又有一个新一期的 那每个礼拜一 8点到9点半 在哪里呢 印福五楼就有了 就是你不用走得完 如果你在附近上班 印福五楼 8点上班前 专为中小企的基督徒尔设 不过各区都有 你可以上网页 你可以看一下公义树 又或者你是 我是打工仔来的 我不是老板的 商区福音市团 旁边你看到 今期就叫做 上班为什么这样 这个题目 又有很多不同的 港元去分享 更加如果你的同事 是未信主 你可以邀请他们 每个星期五 中午1点钟 就在印福东九堂 所以我们的子堂又有了 就有福音的午餐 所以官堂区的话 你又可以带他回 印福的东九 礼拜五 1点钟 中午 一起吃饭 一路听 又是各区都有的 你说我不是在官堂上班 在中环 都有 你是上网自己找一下 更加他们会帮你 在公司里成立一些 办公室小组 所以 今天可能你说 我只有一个 一个好 就是你很多机会 你说全部都是基督徒 有时没有什么机会 你这么多机会 所以你可以透过不同的群体 甚至你的祈祷 求神为你预备一些 职场的战友 好像保罗一样 他看到阿居拉 百基拉的时候 他就投奔 一起同业做工 好了 我们去到今天 讲到第二点了 我们读 接着的经文 使徒人转十八章 二十三至二十六节 准备 一二三 住了些日子 又离开那里 挨持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地方 坚固众门徒 有一个犹太人名叫阿波罗 来到以弗所 他生在阿历山大 是有学问的 最能讲解圣经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 受了教训 心里火热 将耶稣的事 详细讲论教训人 指示他单晓得 若汉的洗礼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 百基拉阿居拉听见 就接他来 将神的道 给他讲解 更加详细 今天二十三次的背景 完了 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完了 其实他是回去了 去安提坡 隔了一段日子 保罗又开始第三次的宣教旅程 他就在加拉太和弗里加 不同的地方 去兼顾最初建立的一些教会和门徒 二十四节 我们看到 有一个人叫做阿波罗 他就去到以弗所了 他生在一个地方叫阿历山大城 这个就是埃及北部 一个很出名的城市 也是由阿历山大大帝 你也很熟悉 在主前三百三十一年建立的 阿历山大城最出名的就是有一个图书馆 有超过二十万的图书 所以可以说世界是一个很知名的学术之城 后来教力是一些很出名的早期教父 比如说甲里面或者俄里根 其实都是出生于阿历山大 所以经文这里说阿波罗是有学问 和善于广解圣经是不奇怪的 第五节那里说到 我们看到阿波罗有一个问题 虽然他已经在主的道上 受了教训 心里火热 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 指示他单晓得 若汉的洗礼 好了 这里在说什么呢 就是阿波罗已经 信了主了 他明白了福音的信仰 他又很灵性上 二次追求 又能够正确地去讲解 耶稣的教导 但是未够全眠 他只是知道若汉的洗礼 什么叫若汉的洗礼呢 其实就是施洗若汉的洗礼 我们看一下辅助经文 马帝福音三章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灰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 给你们施洗 没错了 这里讲的就是 其实施洗若汉都讲了 之后来的 是要用圣灵与火 讲的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讲的 当时阿波罗 其实他不清楚 圣灵的洗 就是奉耶稣的名 以圣灵与火去施洗 所以后来 十九章 下一章的经文 其实保罗去到以弗所 他都更正当时的门徒 我们又看另一段的 辅助经文 十九章三至五节 我们一起读 保罗说 这样你们受的事 什么洗呢 他们说 是约翰的洗 保罗说 约翰所行的事 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 当信那 在他以后要来的 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者 就奉主耶稣的名 受洗了 没错了 所以保罗后来 都更正了 但当时保罗 就不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阿波罗在以弗所 说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不要紧要 你记不记得 哪一个留在以弗所之前 考虑大家 看看有没有睡觉 哪一对夫妇 阿居拉和白基拉 你记不记得 他本来在哥伦多 接着保罗说 去以弗所 他去了 他就留在以弗所 他不是短孙 回到哥伦多 他正如留在以弗所 保罗后来 回到安提阿 完了第二次的旅程 他还留在以弗所 所以当保罗 那时候 还没去到以弗所 但是因为阿居拉 和白基拉在这里 他就听到阿波罗 这个人很有恩赐 他说到 但是差点东西 他信仰上 还未够全面 怎么算好呢 所以 你见到 经文二十六节 他在会堂 放胆讲到 白基拉阿居拉听见 就接他来 将神的道 给他讲解 更加详细 哇 多好 你想想他见到 阿波罗的时候 他没有执到他的能力 反而他接他来 这个可以说 这对夫妇的特质 他有接待的恩赐 接这个原文 可以解读 或者带来 甚至接到家里的意思 有解经家形容 就是说 阿居拉和弗基拉 他没有排斥 或者公开指责阿波罗 哇 你说完这些东西 反而他听了之后 接到他家里 私底下 跟他讲解 和更正 而阿波罗又很好 他恩言的接受 经文之后 二十七和二十八节 其实是说 之后他离开了 他去了艾戈亚这个地方 弟兄们 即那时候 以忽所的弟兄 就勉励他 并写信 请门徒接待他 帮他写推荐信 写recommendation letter 去到那里 阿波罗又帮助 那些蒙恩信主的人 然后在众人面前 极有能力 去博取犹太人 引圣经证明 耶稣是基督 哇 好全面啊 阿波罗 你想想 如果将这个场景 放在你的公司 公司今天来了一个 很有才华的同事 你会怎样 这么聪明 先给他个招皮 他懒聪的 在老闹面前 懒劲的 你会不会责到他的能力 你会不会 哇 有缺失 好像 看到阿波罗 他只是讲若翰的洗礼 哇 还不找机会拆他吗 对不对 你讲错话嘛 读你出来 没有啊 阿居拉和伯基拉 他接待他 他扶持他 他说要让更多人 去认识福音 所以阿居拉和伯基拉 他没有似着 你知道我跟谁吗 我跟一代使徒保罗 他没有夸他自己 他反而以纯正的圣经真道 他继续身火相传 他为了要建立 更多神国的仆人 今天弟兄姊妹 你在职场那里 其实我们见到的 不只是很多未信的人 其实在职场里面 有很多迷失的信徒 我在以前电台都是 有时有些同事都会走过来 其实我是信耶稣的 哇 是呀 感谢主 有很多迷失了的 有很多可能离开了教会 又或者 反过来 可能好像阿波罗 很多恩赐 很有才华 但是需要一些信了主 久一点的 知心的信徒 去鼓励和提携他们 近年就在不同的场合 中国神学院的研究院的副教授 李昔青博士 都有讲解很多关于 职场神学的课程和讲座 他有一本著作叫职场繁星 其实记载了不同的弟兄姊妹 在职场的见证 书里面有一个叫赵敏华的姐妹 觉得他说得很好 他说职场都是和尝 他说当教会信徒 要去收庄价的时候 焦点和对象都是非信徒 就是只是未信的 我们原以为 跟同事传福音就够了 他说我发现 原来信徒庄价 就是信了主那些 这些庄价的需要更大 他说这群职场的信徒 虽然是熟读圣经 有稳定的教会生活 或者侍奉纲位 却是活在信仰 和生活的挣扎当中 他们被固有的神学理念 困住了 以致信仰指定下僵化的观念 完全不能够活出 那份熟天的生命 日子久了 就被世界的价值观吞噬了 甚至落入 圣族二分的境况里面 失却了神赋予的信心 勇气 和活泼的生命 确实今天是 你在公司里 有很多人很想去见证神 但就太辛苦了 很难在职场里面 作炎作光 其实很困难 所以姐妹不单止在公司里 成立了基督徒团契 开展了福音的聚会 她更加尝试成为一位职场目者 一个marketplace的minister 她用了不少的眼泪和讨告 去鼓励和连结 在工作当中 很多挣扎的信徒 她听他们的心声 鼓励他们继续在职场上 实践照命 请知道今天我不知道 你对于日复日的工作 你会不会说 我一早已经很乏味 很乏力 上班等下班 放假等退休 人生都是这样的 生命 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都是在工作里面 所以求神开你的眼睛 让你看到 不单止在公司里 有很多未信主的同事 你可以和我传福音 但同时都鼓励你有勇气 和智慧 去连结在公司那些 很多可能迷失的 一些信徒 就好像阿居拉 和伯基拉那样 他去鼓励 他去引导阿波罗 让神 透过你过去 他在信仰当中 认识的经验 在职场当中 伸火相传 在工作里 哪怕是 研点一个很小的福音的火种 研点一个 可能已经冷却了的弟兄姊妹 让冷却的商业社会 能够重新给主的爱融化 好了 去到最后今天的一点了 我们一起读最后一段的经文 我们跳到罗马书 看看罗马书三章 十六章 三至五至上 一起读吧 问伯基拉和阿居拉安 他们在基督耶稣女与我同工 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 置之道外 但我感谢他们 就像外邦的众教会 也感谢他们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 好了 我们去到罗马书了 保罗在罗马书结束 十六章最后一章 就问安了 保罗经常问安的 但他提回伯基拉和阿居拉 很明显 这对夫妇已经不在以弗所了 他们回到最初 他们住罗马的地方 回到罗马城 但他们侍奉的心没有改变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 他称呼他们是 基督耶稣女与我同工 你想想多好 同工不单是一起做 一起上班 是一起在福音的事上 有份 一同工作 一同侍奉 第四节更加 保罗形容阿居拉和伯基拉夫妇 是说什么 也为我的命 将自己的颈项 置之道外 命在原文又可以解造 灵魂或者生命的气息 而颈项又可以解造 一个生命的意思 就是说阿居拉和伯基拉夫妇 曾经为保罗 这个外邦人的使徒 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都在所不计 所以保罗在说的 不单是在说他自己 经文说 就算外邦的宗教会 都要感谢他 这里没有说 究竟发生什么事 不少的圣经学者都在说 可能在使徒行转 18章和19章 如果是属经文的话 你知道那时候 以弗所是发生了一个暴动 可能在暴动的时候 在以弗所的阿居拉和伯基拉夫妇 就不顾自己的生命 去救了保罗 但无论如何 隔了这么多年 保罗仍然深深记得 昔日和阿居拉和伯基拉夫妇 一起侍奉 共度生死的片段 你可以见到 他们当中的关系 他们那份情义 是多么深厚呢 很难得 其实 去到罗马 这对夫妇仍然打开他们自己的家 成为一个地方 一个教会聚会的地方 他们的接待的热成 他们侍奉的热成 没有因为时间 或者环境而改变 鼎子妹 今天你想想 在信主的路上 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去珍惜 神为我们预备的同路人 特别在工作和职场当中 有时我们都会觉得很孤单乏力 所以我们更加要彼此去勉励 彼此的守望 我们可能不需要像阿居拉和伯基拉 为了保罗不顾自己的生命 但是你问一下你自己 你愿不愿意去为到 跟你一起同路 同行 同一个工作间的肢体 付出时间 和心力呢 David Banner 贝内尔 就在《灵情同路人》一书 讲什么叫 Spiritual Friendship 属灵友谊 他是这么说 属灵朋友 是培育彼此的心灵 他们彼此之间的爱 成为一种渴望 渴望让对方 能够完全成为 神要对方成为的人 而他们的回应 渴望是给予对方的 不是专业的任务 不是特别的专长 而是在一套 灵性转化的旅程当中 献出他们自己 以及与对方相伴的 这份礼物 你想想 你在公司里 有没有这份属灵的友谊 一个能够和你 共度生死的战友 顶着我今天 在香港的工作环境 我们大部分时间 可以说生命 大部分时间 我们都其实在工作 一个礼拜你想想 礼拜日你回来 一个多钟 团契地回来 两个钟 可能是 但大部分时间 你都会在工作 究竟你在工作的地方 你有没有足够的支持 和守望系统呢 我深信当你在工作里面 你愿意去建立 这份关系 和友谊的时候 这份关系 会超越工作本身 我看到很多 因福的弟兄姊妹 请了同事回来教会 后来那个不是他同事 是他们的弟兄姊妹 甚至可能 大家都离开了 原本的工作 没有回同一份工作 但后来仍然 有一份结年 就好像保罗和阿居拉和白基拉 他们在哥林多 侍奉了十八个月 但后来他们去到以弗所 之后分道扬镳 但就算后来 他们夫妇去到罗马 保罗仍然 记住他们 他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 但大家仍然是一起的 去侍奉 所以兄姊妹 今天 你有没有一个 敏颈之交的战友 可以在你的工作 鼓励你 听你的分享 和你守望 这位敏颈之交的战友 可能是你公司的同事 又或者可能是同行 一起做同一行 好像保罗和阿居拉和白基拉 又或者可能是你 上班的地方 可能是你附近 你回到观堂的 可能不同行 但是原来是同一座大厦 都有这些一音符的 突然姐妹 你会不会 可以和他们一起结联呢 我记得 刚刚那时大学毕业 在电台工作 可以说读书 校园进入职场 其实要适应 回一个新的公司 你也要适应 工作和信仰 其实都有很多冲击 办公室也有很多 复杂的人际关系 工作的侍奉 的拉力 其实这些都令我 其实很难在工作上 会出信仰 甚至有时忙碌的工作 都会令我 可以说和神的关系 都会有一些隔绝 但感恩那时候 我认识有一个 在大学的时候 已经认识的弟兄 他是教书的 突然间我在学校 装修 搬去黄埔 感恩 我的电台就在黄埔 所以刚刚在旁边很近 我还记得那时候 下班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黄埔 你知道旁边有一个 以前的码头 我们在码头一起祈祷 我就会将我在工作里面 的甜酸苦辣 又像David Banner所说 熟灵朋友要培育 彼此的心灵 彼此之间有一种渴望 就是渴望对方 可以成为一个 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 虽然不同行业 但是上班的地方一起 我们就一起下班之后 一起祈祷 一起参 一起给予鼓励 甚至后来我要放下工作 打算进修神学 都是这个敏颈之交的战友 为我祈祷 还有鼓励我参加 神学院举办的献身营 所以弟兄姊妹 我都为了你们 每一个的祈祷 求主给你在工作上 找到一位 能够跟你同行 同行 和守望的战友 最后我想用 李昔静博士 在《职场繁星》一书 里面的一个结语 作为今天讲道的总结 李博士是这么说 他说 千万不要轻看 你的职场的使命 上帝已经给了你 最尊贵的位分 并且猜显你进入世界 在你的崗位上 发挥影响力 以生命去服侍他 紧贴并且倚靠主耶稣 无惧长夜的漆黑和阴暗 与弟兄姊妹一起 在漫天升火的夜空当中闪耀 以你的生命荣耀 至高三一上帝的圣命 不是赢得同事 或者上级的赞赏 而是要赢得神的赞赏 让我们同心的祷告 在安静的时候 我会作出三个呼召 领姊妹今天 你愿不愿意 在职场 和你工作的地方当中 好像保罗和阿居拉 伯基拉一样 一同的工作 一同的报导 一同的侍奉神 让你能够在公司当中 在超级市场当中 在每日神运的公园当中 去见证神的荣耀 让人能够认识福音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 为你祈祷 感谢主 第二个呼召是 求主 让你在工作当中 不单止看到 未信主的同事 更加留意到 一些需要鼓励 引导 和同行的弟兄姊妹 就像阿居拉 和伯基拉一样 鼓励阿波罗 你都可以连结公司的肢体 让工作的地方 成为一个属灵生命 能够彼此守望 和成功的地方 如果这是你的祷告 求主 给你有勇气和智慧 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 我为你祷告 感谢主 最后可能你说 我今天感到 在工作当中很孤单 我很渴望神为我 预备一个 敏颈之交的同路人 让我能够 坦然地去分享 我的挣扎 我的重担 和我的困难 并且为我祈祷 督责 和祝福 如果这是你心中的渴求 你举手 我为你祈祷 感谢主 让我们与心灵生命 一起祈祷 主耶稣 你明白 我们在工作当中 是很辛苦 很多的挣扎 和很多的困倦 但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 星期一上班的时候 我们再次 见到我们同事的时候 不再一样 他们是我们可以传福音的对象 他们原来是我们 在职场当中 亲密的战友 所以主要求你 为我们预备 在工作当中 有同路人 彼此的守望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为你 发光 发热 我们同心讨告 奉主耶稣 基督生命祈求 阿们 最后让我们以一首 回应诗和路人 作为彼此的面临 我们带着 感应的声音一起唱 念那天喜报 怀怀满身杀 谁料美真理 怒怨又欠责 越过众生理 还望你变差 迷路我敬帮 限违我同仁 碰到初战 港瓜里 碰到初战 港瓜里 建讨重担我困绿 一生几多事与念 你为我与头 见到埋怀开心事 但愿让让你分享 为你感谢神 我们一起起立吧 我们一起唱第二支 似你同上流 怀怀满天白 同身也真理 能无意 俗世多献后 上学你独窄 你为我祈祷 你为我祈祷 见到埋怀开心事 但愿让让你分享 为你感谢神 碰到极珍贵 碰到初战 我过来 碰到初战 我过来 建讨重担我困绿 一生几多事与念 你为我与头 见到埋怀开心事 但愿让让让你分享 同隔离那位 为你感谢神 为你感谢神 好 愿让让你分享 好 我们一起掌声 乖给你阿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